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开启这一个 那首先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那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用REPT 可是如果你对REPT的这个函数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切到前面这边 这边有个REPT的这个练习题 大概run一下 比如说呢 它如果是满100笔给一颗星的话 那当然你这边的话可以插入函数 它这边有提示就是REPT加INT 那你可以使用什么插入函数 找到这个什么文字类的函数 那特别注意哦 我是建议 如果你对于Essail里面的函数不熟的话 趁这个机会 请你把每个类别里面的函数 即便你没有用过 也至少稍微把它瞄一下 每一个函数它都有它的作用 比如说呢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字转大写转小写 你会发现 有没有 比如你刚刚你的那个某些储存格里面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全形 全形半形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转全形转半形 有没有看到 Big 5有没有转为全形 那如果你要转半形的话呢 请问是哪一个呢 有没有看到 转半形 有没有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如果要抓那个内码的相关资料 内码的应用当然目前是用不到的 如果你可以用chart找到你内码的位置 这个chart什么时候可以用到 其实像我们如果说 我们这边是ABCD 有没有 它是蓝名 可是蓝名呢 如果将来你跑个回圈 比如说你回圈里面是一定只能用数字 但是数字跟文字之间 如果资料要做交换的话 要转换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chart函数 有没有 可以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 本来它是数字 你要把它转成蓝名的话 可以用这个来做 至于要怎么做 后续我们会再说明 其中的话 从上到下有这么多 每一个每一个尽量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玩玩看 其中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有个叫REPT 当然理解函数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看懂前面他问的问题 其实你这个问题看懂的话 后面就简单了 第一个test 他意思就是说你给我 你要那个重复的文字是什么 星号 所以你就选取星号 number times是重复几次 根据这个销售额除以100 这个时候他会自动帮你把结果先显示在右边 1.58 那可是1.58没有1.58颗星 所以理论上应该把它变成 无条件什么样 舍去这个点5.58 所以无条件舍去后面的小数点 基本上呢你可以想到那个数学函数里面 有没有 像什么run down也可以啊 不过run down打的字太多了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用int比较比较少 int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int整数 意思就是说呢 请你帮我保留 一个一串的数字里面 如果有浮点 有那个小数点的部分 帮我把它去掉 只保留整数部分就好了 所以int 所以你会放1.58 1.58不见了 OK按个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把它置中好了 如果我希望能够向下填满 它能够自动完成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点 因为我们有抓c1 所以请你把1 因为向下填满 它只会增加列 也蓝不会动 所以其实你在1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固定在第一列 等一下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自动帮我加1 因为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帮你加1 OK打勾一下 向下填满 那B3不用 因为它会4 5 刚好参照到旁边 所以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信号给做出来 这第一个REVT 第二个的话呢 LEN 所以LEN在这里 那当然顾名思义 LEN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有一个LEN 文字类 一样是LEN 不过顺便讲一下 你会发现 在LEN下面都会有个LEN B LEN也有一个LEN B 然后MID也有MID B 请问一下这个B指的是什么 对没错 这个指的就是说 这个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算几个字 你用LEN 但是你要算几个BIT 那你用LEN B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是英文 或者是数字 结果都一样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什么呢 用中文 就会多 因为中文 在ESEL里面 它是视为两个BIT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全形 全形字的话 也是两个BIT 所以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 我想要知道说 一个储存格里面 到底有几个中文字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个 储存格里面 有中文 有英文 有数字 夹杂 那你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把什么呢 LEN B B的结果 减掉 LEN的结果 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有没有 因为 如果你有LEN 中文字都算1 可是你有LEN 中文字都算2 它会多出来的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中文的部分 这个当然简单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用简单一点 其他都一样 像LEN B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用BIT来算 那LEN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选择 按个确定 长度就出现了 不过当然这个是算长度的 它后面可以延伸 是否正确 你让后面可以用逻辑来判断 逻辑部分的话在这边 如果这里面的值 假设等于10的话 它是正确的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正确的 yes或no好了 y跟n好了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旁边 当然你可以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是逻辑的部分 后面还会再提到 所以也许你可以再延伸 做一下 LEN 所以REPT加LEN 都OK了之后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练习题 如果我今天需要用REPT加LEN 把结果做出来 该怎么做 那这个当然 其他还有像LAPT 这边也许自己再练习看看 因为这些我想比较简单一些些 请各位自己再练习 还有像那个什么 MID函数 MID函数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还有TWIN TWIN的话是去掉 那个多余的空白 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一题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等于什么呢 09 先串一个09的字串 AND什么呢 AND这个电信业者 然后再AND 再一个-减的符号 再AND什么呢 AND这个 可是问题 你把它打勾的话 它变84 所以前面需要什么呢 先做一件事 就是REPT 当然你可以直接插入 那个 阐数到前面 或者自己打一下 那它会问你说呢 你要重复什么 我要重复零 那重复几次呢 逗点 根据 因为我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逻辑叫 三 减掉 L-E-N 就是它有几个字 这个里面有几个字 有没有 又为什么用三来减 因为我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三减掉 回来两个字嘛 所以它就REPET几个 一个零 对 所以后面接后刮壶 那你如果把它打勾的话 有没有发现09110了吗 后面的话呢 请你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 这个 居士在后面 打个勾 084 我是建议 你如果再使用这个 Excel的资料编辑 你可以不用一次做完 你可以先做打勾 先做打勾 先确认 你目前做的 对不对 对的再往下 所以做完之后 后面一样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最快的方法 然后把这一串 复制一下 因为后面呢 只要把G4改H4 应该看得懂吗 复制贴过来 有没有 然后把这边改成H4 这边呢 把它改成H4 好 做完打勾 向下填满 答案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REPET加LN 请各位先试试看 但是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是好方法吗 感觉好像 有点绕一圈的感觉 先算3 减掉它 谁会想到3 用3去减了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 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其实不一定 从算几个0 去思考 你可以用什么呢 另外一个方法 按右键 有一个储存的格式 这个格式里面的话 其实制定一下 这边一个0 表示一个数字 如果你三个0的话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有没有 但是呢 这个按右键存的格式 指的是 它的外观 长得要像这样子 实际上存在Excel里面 还是84 它并没有改变 它只是表面上 让你看到 以为是084 那如果 你要让它真正变成084的话 其实有一个函数 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会那个函数的话 以后什么格式 都可以变得出来 就是这边的格式 你看得到的 就全部都可以帮你 把它变出来 那个在Excel里面 有这个函数 也可以想想看 从格式方向去思考看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REPT加LEN部分 另外尽量 我是建议 如果说有学到的函数 假如说你完全没有用过 我建议 你也要每一个 每一个都去试试看 因为一个函数 就代表一个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 你要能够得到 一个复杂的解决方案 是从很多个解决方案 去组合而成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思考一下 而且每一个函数 都要能够灵活应用 我发现有很多人 此之其然不知所以然 所以他也只会 用那种很单纯的 他不会把它全部凑在一起 就会帮助展设计 这些机会 使用这种感觉 可以帮助展设计 就是这些机会 帮助展设计